这座因井岩而涉事的川南重镇 是中国西部的老工业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公元76年,这里凿出了第一口岩井 这里享有千元岩都、恐龙之乡、南国登城和美食之府的美丽 今天,CCTV寻宝走进自贡 正在寻找这座有言有味城市的文化记忆 被誉为天下第一碗的青花瓷器 它真的是神秘的永轩瓷器吗 看似普通的朱漆木香 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精彩马上呈现 民间寻宝文化寻生 欢迎各位收看寻宝 大家好 寻宝今天走进四川自贡 自贡是西南重镇 这里不仅有八百多年的彩灯文化 还有两千多年的景颜历史 还有亿万年前的恐龙 在这里也留下了足迹 来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 我们寻宝经过海选 选了不少上家的藏品 今天等着跟大家一一分享 好,寻天下宝品五良春 本节目由五良春独家冠名播出 千里挑一 我们来看第一件藏品 小冬,你好 欢迎你 欢迎这个大腕姑娘 介绍一下今天的藏品 我爷爷的一个朋友 家境挺好的 后来由于生病了 家到中国了 后来我爷爷就经常救急他 于是那个人就想把这个大腕送给我爷爷 我爷爷觉得朋友之间不用说客气 但他看着我 你看他里边有三条龙 外边有两条 一共五条龙 我爷爷正好也输入这个龙 所以他觉得给他挺投缘 说实话 我主持寻宝以来 这是我见到最大的青花大腕 上面写的是大名宣德年制的款 五角龙这个就是最高等级的用品 皇家用的 但这么大的碗呢 过去你 古代你说皇家用它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家拿着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用这个东西 你在这里面洗澡 小的时候了 是 是皇上吃饭用的 哇皇上这么大胃口啊 皇上人很多呀 这个皇后啊 三宫六院 还有侍从很多人 坐桌子都坐得很大 很难交流 哎弄一大碗搁到里面 菜什么都放到里面 围一圈在这吃 大锅饭就从那个时候来的 那我希望是皇上用过的碗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那我心里这石头落了一半了 你估计得多少钱 能上百万吗 比这个还要再刺激 比这刺激啊 上亿 他这倒挺快 从几百万一下就上亿了 那你不是说要刺激吗 那我就往上面标啊 好吧 来 这位专家 这大碗货是真的宣德的话 也是目前见到的 最大个的一个了 上面画的龙纹呢 这五条龙倒是宣德常见的 常用的 五龙的 九龙的倒有 那我们知道宣德的龙纹呢 是非常的这个凶猛 他的毛发 头的毛发是往前冲的 你这个是往后飘的 另外呢 他的嘴呢 不想这么长 他是猪嘴龙 他的爪子是团形的 成个风车状 而且爪的爪尖都很有力 不像你这个爪的爪尖呢 是一条细线 像这个龙的风格 应该不属于宣德时期那种龙的造型的 而且你这款在外边款式 写得非常的草率 另外呢 这个底一发现 就露了线了 为什么呢 他胎子很白 有做旧 抹得黑 他有细密的悬纹 这么大的直径的 这个底 所以你这用的工具 肯定是电动机带中的 所以这种品 就是个现代一个工艺品 太遗憾了 谢谢老师 谢谢 来 这是什么宝贝啊 来 有请参与上场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什么东西啊这是 你猜猜是什么东西 这箱子呀 但是这门在哪 它是代表我们 沿夜顶身 一个代表物 是以前的 沿上的一个保险桌 给你打开 是这样的 这里面一个一个 都是那种小抽屉 对 像那种多宝阁一样啊 它还有机关呢 这有一个营地 看这里面有银子啊 你再找一找 好好 你看 看起来是空的 把它一拿掉 里面还有私藏 明白了 这是过去 研商的保险柜 然后外面看起来呢 把那个板一扣上的 根本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 我以为是装杂物的一个柜子 结果里面有很多小抽屉 都是放银子啊 放一些贵重的首饰啊 金属 这么好的保险柜 怎么到你手里了 这个东西 是我一个朋友 主传的 他家 以前是自贡的一个大盐商 姓王 自贡当时有那个四大 卖盐的家族 很有名 王家呢 是排在第一的 对 是最有钱的 最有势力的 这个盐商 对 他这个料也很好 什么料啊 蒸蓝 你觉得他现在能价值几何呢 这个不知道 这就请专家 果一果叫 来 这个专家 下来看一眼 这个木盒啊 前边呢 是租金木雕 从这个风格雕刻的技法来看呢 应该像清代晚期的 制作很精良 这个木材很考究的 否则的话 吃不起这样的分量 所以这个木材 不一定像您说的是蒸蓝 这个木材 不会差于这个蒸蓝 而且呢 它里边的抽屉啊 各种各样的造型 相似的四周 做的绳啊 都是麻牙笋 像麻的牙齿一样 咬住了 所以一次到分量呢 这个绳啊 拉得更加紧 所以呢 木材 做工 意义 都是一流的 除了它是一般的用品之外呢 又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一百多年使用到现在 吕金 畅上 这样完美 啊 这样精湛 没有丝毫毛病 就它的工艺和年代来说 这件东西 应该也得了十万 但是更重要的是 自工地区的历史价值 文物价值 那那是不可忽 谢谢你参与 收看我们寻宝节目 扫描屏幕下翻二维码 下载CCTV微诗客户端 加入我们寻宝的朋友圈 专家将会为您免费健保 好 继续看下件藏品 小东哥好 好 欢迎欢迎欢迎 来 把您宝贝放到这 怎么样 来到我们寻宝现场 心情如何 作为我们自贡美女的代表 来到这里 非常的荣幸 美女 他们说呀 四川美女多 自贡是个窝 是吗 是啊 是啊 你就是美女的窝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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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复奖 来介绍一下您这段项链吧 二十多年前 在缅甸有人的这肖像 就买了一块斐翠原石 那颗石头多少钱拍的 三百多万 然后里面的很好的部位 打了一串斐翠项链 对呀 一块石头三四百万 能打出这么一串项链来 你知道很多人堵石啊 花上千弄一块石头 什么也没有 可是这也是很多年前了 十年前的几百万 也是很大一笔金额了 对对对 就请我们的欧阳老师 给我看看价值几何 当然当然 是否值得传承 好 来 翡翠猪链的 往往是一个大的珠宝店的 正店之宝 也是重要的珠宝拍卖会的 压箱底的拍卖 正是因为这种光速的东西 这种猪链它来的特别不容易 无论是从它的这种材质和质地上来讲 它都是最能够表现脆色之美 脆质之感 所以呢 翡翠原猪也都是我们价钱最贵的产品 那么这条猪链我们也是说 首先它的颗粒很大 这个最大颗应该有16毫米 那么小的这颗呢 也应该是14 那么像这么大的圆珠 匹配度非常的高 浑圆 深沉 没有大的流列 颜色也是非常的均匀 浓艳和底子搭配起来 是非常的细 非常的美 那么我们说这种颜色叫 浓艳叫浓而不汗 而且跟底子相得一张 是非常的漂亮 整体来讲呢 这串翡翠的猪链 它是端庄 高贵 奢华 令人看过有心动的这种感觉 2013年的秋季 北京宝丽拍卖了一串 最后成交了1180万 您这一件呢 应该不输于它 谢谢 谢谢 说好你的宝丽 谢谢欧阳老师 手捧一尊佛 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这尊观音像 也就是属于藏传佛教里面的度母像 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 我的妹妹 把她的一个产品送给我的 妹妹为什么在你过程时 送你一个度母像呢 我在藏区当国宾 我对藏族文化喜欢 让专家帮你看一下 好 您这尊像呢 是绿度母 绿度母 做工是非常的精致 从整体看呢 这个造型也非常 但是呢 我们这个底儿 一般佛像啊 都是封底的 或者是没有底了 看您拿了这一种母像呢 虽然是封底的 当然不是墮底的 是焊底的 从这个焊阶上来讲呢 这个电焊上去的 还有一个这个金的这个 溜金的这个感觉上来讲 从这个做工和溜金来讲呢 都不是太老 所以说这件度母像呢 应该是近几十年吧 所做的新东西 年代不是太老 谢谢老师 可以在家里边供奉 没有问题 好 感谢您参与寻宝 谢谢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件 乾隆的黄仰慕如意 是祖父当年留下的 是你祖父告诉你是乾隆 是吧 对 你这是灵芝如意啊 歌特别大 是小叶黄仰做的 小叶黄仰呢 长得非常慢 一年只长一寸 所以你要长到这样大的一个颅鱼啊 所以它一定是要百八年 这个小叶黄仰的珍贵之处也在这里 那么另外说它的做工 这件东西的做工啊 我们看这条曲线 好了大 那么那么关键的是背后的一个文字 背后的文字 要小小小的形楷书来表现的 它的刻法来看 这个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这个一定是个大人物 好 这个东西应该清中期 那么木材 做工都是一流的 08年轻中期的黄仰书役比你还小一点 没有款 成交价格30万 你这个油款 可谢上面这个头是接的 那么这个几个硬速度加起来比这比价的话 我认为这次奴役应该在40万 或者40万以上 谢谢 小松老师好 小松老师好 好 欢迎你 还有这位男士我觉得像是训练过的一样 拿来之后 第一次就有点惧惨 像是个礼仪大爷 你感觉吗 介绍一下 您这件藏品 自贡一个大延商 在北京陪乾隆一喝酒的时候 在北京陪乾隆一喝高兴了 就降临了一个瓶子 当时没得到 装酒的酒服 就降临了一个酒服 就是这个自贡的严商到北京跟乾隆甩开膀子这喝酒 乾隆喝高兴了 来 哥们把这拿回去 我一枪吃他一口 对对对 我从老的手头 接下来的 好了三日轮 打过来了 三天没让我老婆上床 就抱着他睡觉 所以我老婆非常气愤 他说我是憨的 说你是电汉的 憨的 憨的 就傻呗 对了 就是傻的 他说你的东西不对 他说心得狠 是真是假 咱们故事讲完了 听专家讲 这个蝙蝠呢 试样 是很特殊的 就是它这个漆形啊 这个陈设的这个功能 应该相符 青花地 青花地呢在上面画的全部是花卉 这个花卉我们看到确实是手工画的 再看这个画 粉彩的 这种粉彩就是乾隆时期标准的 粉彩的山水绘画和人物绘画 具有宫廷绘画的一种风格 所以再个我们看底面 底面的圈足也是非常的细腻 细白到什么程度呢 像玉 但是呢上面仍然有小的 不遗觉察的小的铁锈黑点 说明这个灌摇词习一定是在 木材窑的特定的霞坡里面烧造 这个口的金和这上苗金都是纯金 而且很厚 从这几件来看 这件是乾隆 青花粉彩开光八香庆寿的一个扁红 好 2014年的11月1号 在厦门的宝丽拍卖 粉彩的 俘虏兽的一个爆乐品 开价是368万 谢谢邱老师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那个 应该相当的 恭喜 谢谢参与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您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 几年前然后在朋友家里看到的 就颜色跟我们比较喜欢 就请到自己家里来了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吗 还是红珊瑚 红珊瑚 对 红珊瑚呢 它属于贵珊瑚 它和我们平时 前海的这个造胶珊瑚不太一样 质地紧实 银润 而且颜色呢 从红色到白色 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大 我们把最好的珊瑚的颜色 称之为牛血红 它的经营是必须有农业部的特殊批纹 才可以经营的 因为珊瑚作为我们的这个海洋保护动物 现在已经保护起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开采方式 和古代的开采方式还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船 拉了一个重锤 再拉一个网 重锤把珊瑚碰倒 然后用网去捞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对海洋生物的一种很大的破坏 那么您这件珊瑚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油润 在红珊瑚中呢 虽然它达不到牛血红 但是也达到了辣椒红的状态 而且浴化的非常好 那您这件作品 我觉得它在设计上非常的巧妙 其实它在海里长成应该是这样 向上生长的 很多支支呀呀 那么它在设计和创作的时候呢 它把它反过来 这个主体比较粗壮的部分呢 它雕刻成了这种观音 而且雕刻的也非常细腻 整体来讲您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藏品 2010年的秋天 西林映社拍了一件比你矮一点 最后成交了33.6万元 所以我觉得您这件藏品应该在40万左右 谢谢 各共收藏远远流长 历来是川南的收藏中心 这次海选 使寻宝专家真正领略到了自共藏友的热情 一心显露了藏友 带来一件青铜重器 他的结局又将怎样 精彩马上呈现 欢迎 欢迎老师 介绍一下你这藏品 当时我买的时候这个东西 我听到我们说的是 一切的环境语来用的是香炉 香炉它应该有冒烟的地方 哪里冒烟 它什么是这些有 这个 这三边两边的 这是一个盖 从这盖的缝隙这冒烟 对 那从来没见过 从盖底下那缝隙完冒烟的 多少钱收来的 当时是十年万多 当时买就回来 拿着老婆的夸 夸就是俊治你 哦对对对 那怎么夸你的 怎么夸 你说你这买的都 废东西买回来 给你甩的呢 哎呀那如果今天一见 令他布置这么多钱 怎么办 希望老师是真的 来有请 陈老师 刚才藏有说这是他买的香炉 你先说说这名字对吗 名字肯定是不对的 这是頤 青铜頤 青铜頤 頤器 頤器 就这頤啊出土的数量 是在所有青铜頤器里边 是最少的 应该是全世界加起来 超过一百件 所以在拍卖市场呢 凡是頤的话 都得再上千万 如果现在要卖 特别好的頤 那就上亿了 李老师 哎哎 他没说他是真是假的 就这頤啊 他是装酒用的过去 搞礼仪活动的时候 请出来所用的 这件东西呢 他是 当然四面都有工啊 是寿面纹 比较有特点的那种纹饰 但是呢 真正的商代的这个頤 应该是什么呀 高浮雕的 这个纹饰呢 就有点没有骨的那么高 就太薄 骨的太低了 而且呢 这个铸造方法不对 从里边看呢 过去都是泛铸的 这个呢 从这个口颜上 这种薄颜来讲 这是涮辣涮出来的 表面的这层锈石 分不出来 主刺 应该是下边有地子 上面有红斑绿锈 它这个是一片板 都是锈 就是化学咬出来的 所以呢 说呢 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个当代的防品 所以这16万 都谁呢 大家好 小董好 好 欢迎你 介绍一下这件藏品 我这个藏品呢 是我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到的 它是乾隆延间的一个 和中杯和天碧玉的材质 然后呢 它是以前结婚的时候 这个喝焦杯酒的 我结婚的时候 就是用它来喝的 然后把这个盖打开 是吗 往里边灌酒进去 我知道了 那叫和锦 过去那俩人 新郎新娘啊 这个入洞房之前呢 拿一个葫芦 一抛两瓣 一人拿一瓣 里面放点酒水 不是真喝 然后涮一下口一倒就行了 也不是像现在这样 俩人胳膊这么一拦 这么娇飞 这是后来演化的 喝完之后 这俩葫芦呢 床底下一扔 如果有一半的呢 是往上的 另外一半呢 是扣着呢 表明这两个口 以后呢 生活美 然后这个幸福安康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就用这个杯子了 是吧 是的 那么这什么 雕的这是什么 什么动物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不太清楚了 就是要专家给鉴定一下嘛 好吧 让专家看一下 好 这件东西青碧色 里边有点点的黑顶 这地非常好 紧密 细腻 所以这个碧 这么大一块呢 应该是很难得的 那么制作呢 应该也精良 上边是一个阴 下边是一头熊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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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天碧玉 英雄和景碑 这个碑啊 实际上是两个圆筒 中间通的 所以呢 两个碑就是一个碑 夫妻 心心相通 心心相应 啊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件东西呢 带有些宫廷 其实 时间上 应该是清代 中期的 那么这地 做工 意义 都是一流的 东西 清代的碧玉和景碑 啊 08年 上海 东 云轩 拍卖 有一个和景碑 也是碧玉的 可惜没有盖 拍卖成交价 80万 那么你这个有盖啊 这个有盖和没有盖 相差不少的 中央120万 哦 好 真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继续看下件产品 主持人好 欢迎您 自我介绍一下 嗯 成都来的 啊 我是一个画家 画家 怎么称呼您 林悦 林悦 是他每次加习会在 做都行 您是 美鞋的副主持人 美鞋的副主持人 这张作品是 何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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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何许人是 珠山八友 其中之一 我是2011年 我去美国办画展的时候 买的这张石板 多少钱买的 那个时候买的非常便宜 可能不到1000美金吧 不到1000美金 嗯 但是我们也听说啊 在国外 也有很多 验评 它的布局和结构上 画得非常好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让我们几个专家 也看一下您的 何许人的主板画 好 来 这个磁板画啊 上面有提款 是物银年 物银年是1938年 我们知道何许人呢 1940年就去世了 如果对 就是去世的前两年画的 也算是他的一个仪作 也是他的画作里面 最顶峰时期的一个杰作 如果是对的话 对啊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看呢 一定要看词的诱 这个词诱我们这么闪着一看 显得很厚 这个润 不像现在的那个漆炉子烧的 那又薄又死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老者带这个小童 走到这个山路 在雪地上 身后留下了一些小的脚印 有小的脚印是小童子留的 大的脚印是老者留的 交错在一起 整个的画面呢 确实是 无懈可击的 从这几点来看 这东西是确真无疑 是何许人 晚年的一个雪景山水的一个精品 好 13年6月6号的宝丽拍卖 有一个擦屏 也是何许人的这个雪景山水 当时拍了34万5 那么你这个比他大 尤其是晚年的精品 这个价格应该在40万到50万之间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 十八周续的时候 我奶奶来割了我八颗 那个代表远远满满的紫色的 翡翠的淡面 今天我来了 就是想我们的专家们 给我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 你刚才说 就是你奶奶留给你的 这个紫色的翡翠 是的 紫色呢 首先它是一个感性的颜色 就现代女性都很喜欢 另外紫色又是一种祥瑞的颜色 我们老子出关的时候 是有紫气东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您这件这个翡翠的淡面 颜色非常均匀 而且很熔艳 八颗淡面 一定是出自于同一块材料 因为它无论从颜色 从总质上来讲 都是非常均匀的 那么我最喜欢的 这条项链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它这几感 它用非常鲜艳 浓艳的这种绿色 来跟紫色搭配 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 撞色的对比 它用钻石搭配起来 是非常有装饰艺术的 所以说整体看来 您这件作品是一个非常优雅 非常甜美的一件作品 归美动人 非常的漂亮 很好的 谢谢 在2011年的12月 北京拍卖了一件 但颗粒比您这个大一些 它当时的估价是170万 那件呢小一些 但是整体感也不错 所以给您的估价是在 100到120万 好 谢谢 小冬哥你知道吗 今天我带来的是 我觉得是全场最牛的宝贝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他们呢都是一些这个 瓶瓶罐罐啊 对吧 嗯 还有一些玉器 但我的这个就直接是这个东西 是钱 没错 这个东西呢是我二叔的 它是定了一家这个经营器的加工店 很多人就拿一些这个东西来做一些首饰 你看这个东西做首饰做出来多可惜是吧 然后我二叔就从客人的手里把它买下来了 哦 这上面还有有课的有字啊 对 它写了两个字叫税课 就是就是交税用的言 对 就以前言商交税的 最近国家是有标准规制的 呃 一两多少课 它是有标准的 那您知道怎么鉴别吗 就是怎么是真的怎么是假的是吗 我教您可以吗 可以啊 那就是一个字 吹 有声音吗 没有 你 您再吹一下 你得用力过猛一点 然后迅速拿到耳边 有吗 有了 啥声音啊 听到您要呼吸的声音了 哈哈哈哈 其实这是语言大头才这样鉴别的 是啊 好好好 行了 咱不聊了 让专家看一眼好不好 好的 这个叫小冬哥吹啊 他不是冤大头 是冤大头啊 哈哈哈哈 这个吹是吹不起 造这个包姜 造型 铸造方法 一些上面刻的文字的一些结构 这块银帝五十年了 应该是宋代银帝 宋代 宋代的银帝 宋代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背后它焦住的痕迹 嗯 那么像这个银帝呢 啊 相对来说 这个亮度为它好 上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嘉庆年 是清代中期的 像这一路 是两支的银帝 它是盐上 叫上的水银 这个水银呢 是一两 等于三十七点六八克 啊 这是有规定的 规定的 但是 你这一组东西的意义在乎 我们志工人 我们志工的盐业 事故 对国家是有贡献的 安葬纳税 2014年 北京家的拍卖 50辆的银亭 也是清代中期的 拍卖成家价 十千万两千五 就这一块吗 那这一块啊 这个宋代银亭呢 那更值钱了 价格当然最高了 这个应该呢 是在二十五万左右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左右 那么比这比家呢 这一组东西 一百万左右 谢谢 这是收藏爱好者 自己的节日 这也是对自贡 收藏水平的一次 梳理和考量 藏友们带来的 鸭箱底的宝贝 总给寻宝专家 带来惊喜 怎么得来的 十五万一个长辈 这个东西呢 看着金光赏赏的 非常漂亮 但是是不对的 就是在哪里买的 家里边看一下 来来看一下 做工什么都对 请继续收看 寻宝走进自贡 欢迎 介绍一下你的藏品 我是寿我 舅舅是拖来的 藏品呢 是乾隆年间的一款 粉彩 是女人物 六方瓶 他十几二十年前 做金矿生意 然后他有个朋友 当时就出了点问题 就给他借了一百万 然后 那个生意失败了 然后东拼七凑的 凑了七十万给他 然后就说 剩下这三十万 怎么办呢 他就拿了五件 藏品给他 就说 如果你相信我 你就把这个拿回去 他我打听了 这五件足够 敌你那三十多万 冒击中一件 今天他就想让 这个专家们 给他鉴别一下 这个东西 到底值不值 三十万 我觉得没问题 真的 他心里得有个点 底下有款 我回去得交代 大晴乾隆年制 对 前两天我去参观了一下 青东陵 乾隆的地宫已经挖开了 我到底下走了一圈 看了一下 当时他跟我说了 说过两天 你在资贡会看到一个 我自己当时收藏的 一个六方瓶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我希望吧 我挺忐忑的 挺忐忑的 是我说着你都信 我觉得上手看起来 还是不错的 起码叉月花很漂亮 但具体是真是假的 得让这个邱老师看一下 好 来 拿着 好 有请 这个式样 应该是个观音瓶的式样 如果圆的话 就是观音瓶 比较少见 上部分全部是开光的 粉彩薄谷 下面六个面 分别画的是花卉和侍女 旁边这三个男的 我们一看 装扮是男的 但是脸面风度不是男的 女扮男装 对了 女扮男装 坟费的绘画 确实非常的细腻 具有这个乾隆时期的风格 另外我们看这个胎 细润 像玉一样的 而且胎和又交接的里面 有一圈 我们知道琵琶黄或者干黄色 是我们鉴别观瑶瓷器里面 特别乾隆时期观瑶瓷器 共要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东西是乾隆的坟财 开光侍女六角瓶 好 15年江港的宝丽拍卖 青花黄幼地的六方瓶 价格是151万港元 那么你这个东西也应该有这个价钱 哇 100多万了 我就得放心了 欢迎你 我看你抱上来很轻松的样子 我看这 瓶器比较大了 你看 还有点分量 经常在健身 经常在健身呢 对 介绍一下你的藏品 我组备是自贡的大研商 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三多家 这个藏品呢 就是 就我爷爷给我讲 他小时候就是用这个洗手的 这里面还有 你看有雕刻的花纹 这是什么呀 是一只羊 羊鲜林芝 因为在古代 这个羊就是吉祥之物嘛 然后林芝又是鲜物 所以这个寓意健康 吉祥美好 洗手健康 祖传下来的 对 祖传下来的 你们在家怎么使用它呢 还就是放起来 我爷爷挺珍惜这东西的 因为我们有一次搬家 我爸就把这玩意儿给扔掉了 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我爸说跟家里的格局 有点隔隔不入的感觉 因为那个年代吧 就是说把家里的能救家居上 扔掉 爷爷非常生气 然后连夜把他找了回来 然后因为这件事 我爸和我爷爷吵了很多次 后来我也走了 我爸也舍不得扔呢 看到同喜就会想到爷爷了 对 那就拿着您这个同喜 让专家开 来 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个大号的一个同喜 这个喜在全国来讲 在四川地区是最有特色的一种青铜 最早出现战国晚期 当然一直到汉代 汉代的时机最好 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个杨贤 灵芝的这个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是我也头一次见 上面有三个字 三个字什么字呢 是严氏座 严氏当时是汉代时期的 都是大户人家 都是大户人家 他们家所定制 杨在中国古代呢 是相当于吉祥的代表 灵芝呢 这是长寿 这是吉祥长寿 这个寓意非常的好 而且呢 整体保存状况也非常的好 从汉代到现在 这么大个的盆也是十分难得的 这么说这是真品无疑啊 真品无疑 好好恭喜一下 我们参考过去 我看到过那个纽约 包括香港 包括澳门拍卖的青铜剂 基本都比这个小 卖到十万左右 这个呢 比它大一号 应该是二十来万 到三十万 真不错呀 收看我们寻宝节目 扫描屏幕下翻二维码 下载CCTV微诗客户端 加入我们寻宝的朋友圈 专家将会为您免费健保 好继续看下件藏品 介绍一下你的藏品 它叫梅花三弄 说起这个宝贝啊 其实 当年也是为了成全我男朋友 但是现在就是我先生 我就放弃了我心爱的那个教室职业 我先生呢 他就觉得我牺牲特别大 为了这个爱情嘛 然后就送了我这个 这件宝贝 然后作为我们爱情的店 价格很高 你会卖掉吗 不会的 当然爱情无价嘛 好 好吧 让我们欧阳老师帮你看一看啊 来 像这种颜色呢 我们叫它三彩 在翡翠行业里通常把这种 带有三种颜色的 这种翡翠称之为福禄寿 这本身也有很吉祥的寓意 然后我们看它这个底子还很润 黄翡中啊 这么润 而且颜色这么艳的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我们这件作品呢 它就是以梅花树 梅花树下呢 是一个适语在弹琴 那么梅花树上 红梅怒放 好像可以闻到梅花的香味 似乎还可以听到 这个琴声在香果中的回响 另外呢 在整体的设计和布局上 疏密有致 亭台楼阁若隐若现 层次感非常的强 到处皆诗意 随时有雾滑 是非常不错的一件 翡翠的雕刻品 好 先掌声恭喜一下 雕得非常好 2012年西林一社拍了一件 它那件呢 比这个小 最后成交了67万 我觉得您这件呢 比它大 但是整体的材质 不如它那一件 所以我觉得价格 也是在60万左右 谢谢张家老师 已经很不错了 这件产品呢 是我岳父留给我的 我岳父是自贡人 也是自贡的老军人 参加过抗战 自贡的一个盐商 捐款30万大洋 其中在安陶 烧制了2000件防空水壶 支援抗战 这个小水壶啊 上面有字 印的是防空水壶 而且下面有一行字是 空气服务总队布置 显然这是一个军用的 一个小水壶 也是我们荣昌 这个陶瓷厂啊 当时来制作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自贡啊 在当年抗战时期 这个盐业经济啊 是支撑着我们抗日的 有人统计 我们自贡当时的 一年的盐的税收啊 可以供给 一百个军队的师 的全部的军饷 刚才这个藏友提到的 这位这个捐献者呢 捐献抗战物资 专门制作了 这几千个防空水壶啊 供给我们部队 在战争中使用 实际上在当时啊 我们自贡盐商的 组成的一个商会呢 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 在今年的抗战 纪念七十周年的时候啊 出看到了这个水壶啊 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那么这个小小的水壶啊 经济价值不高 但是它在拥载了 我们抗日民众 逼圣的一种热情 谢谢大家 金光闪闪啊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自贡是川剧院青年演员 两位川剧演员啊 川剧呢也是咱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吧 对 自贡的川剧也是很有名啊 一人来两句好不好 好 我们想不想听 来来来来 原装去吧 国财十几宣过仙手艳 都带着水精管 到最山湖 好好 不做 两位今天穿成这样 头上还带着这个金光闪闪的皇冠 凤冠 哪一件到底是你们的这个藏品啊 都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 这个也是 那个也是 这是一套 这一套啊 是属于唐朝一个大户人家 他嫁女的时候一个嫁状嘛 我们爷爷花了一段时间 收藏了十几件 现在还在努力呢 唐朝的精气 对 看起来做工确实很精美 这酒壶配几个酒杯 你们觉得这东西要真的花是多少钱 这个我还是觉得专家来鉴定 觉得他哪儿好 他哪儿哪儿都好 行吧 让我们专家看一下你们的宝贝吧 刚才常有说啊 爷爷以为这是唐代的 唐代理现在一千多年 一千两百年左右 那么金属的东西氧化痕迹吧 有没有 使用的痕迹有没有 那 那么这个是金的 还是银的 还是合金的 这个守殿下 风凉不是很足 这两个官呢 正量正量的 这个似乎是汉族的武将帽子 这个似乎像格格的帽子 这俩还满汉拳击 这个东西呢 和金银无关 是合金的东西 上面也不是金 是花雪的喷毒物 那么上面的宝呢 都是料的 玻璃的 所以做出道具而已 谢谢 谢谢两位参与寻宝 来 请上前去 群天下宝 本节目由五粮春 中家冠名播出 经过专家评审 在本场所有藏品当中 选出四剑候选 这四剑我分别介绍一下 一号藏友 邵剑伟的 乾隆粉彩开光八仙祝寿脸狐 恭喜你 二号藏友 张力的翡翠珠恋 恭喜 三号藏友 陈小迪的 汉代吉阳长寿同喜 四号藏友 廖雪薇的 青中期 和田碧玉 英雄何锦碑 四剑候选藏品 只有两剑入围下一轮 这四剑当中 哪两剑可以入围下一级别 二号 二号 经过专家合议 本场晋级的两件藏品是 二号藏友 张力的翡翠珠恋 三号藏友 陈小迪的 汉代吉阳长寿同喜 恭喜你们 也要谢谢我们 所有的参与 这一次节目录制的藏友们 明天寻宝文化寻生 寻宝走进的自尊自控 精彩 散告一段落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concept 感谢观看